哈喽,大家晚上好呢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FB的面试高评题 然后今天讲的题目是Liko第314题 Binary Tree Vertical Order Traversal 这道题目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有没有想到另外一道题 就是Binary Tree Level Order Traversal 其实这两道题目还是有一点共通之处的 我们一会再来具体介绍 那么这道是一道medium难度的题目 然后我们看到就在过去的半年内的FBM 以及这个字节跳动都有考察过这道题 那么他这边说设计的相关topping是Hash Table 就是Hash Map 但是其实我一会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法呢 是用这个BFS就是宽度优先搜索 然后结合了这个DFS深度优先搜索的这么一个解法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题目的意思吧 他说给定一个二叉数 然后需要我们去return the vertical order of traversal of its node values 也就是说它这个纵向的这么一个traversal的这么一个序列 那么他说比如说从top到bottom column by column 就是一列一列的来看 然后从最头上到最尾上 然后他说如果两个node是在同一个road 并且是在同一个column的 the order should be from left to right 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必须是按照从左往右这么一个顺序去处理这种矛盾的情况 那么他这边example1说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二叉数 然后他需要怎么去返回呢 学习第一列返回 他是从左往右走的嘛 所以第一列返回是9 第二列上面的有3和15 第三列是20 第四列是7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发现最后他返回的是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四个这个list 然后组合成的一个list of list 这样子 那第二个example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么一个情况呢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他最左边这一列是4 然后其次是2 再下来呢是301 为什么301 因为0和1 它是在同一个row 也在同一个column 就遵循了刚刚题目里说到的 如果samerow和column的话 就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去走 那么这样呢 就先把0放进去 再把1放进去 之后呢就是8 然后再是7这样子 好 那第三个例子 我们看到说是这样的一个老家数 然后那就是4 3 9 4 95 然后301 8 2 7 这样一个顺序 那我们其实会发现 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binary tree level order travel zone 因为那道题目 我们是直接用bfs 然后做一个宽度优先的这么一个便利 那么它就是按照就每一个level 每一层这样子 从左往右去便利 然后顺便把结果呢 就放到最后的这个return的这个list里面去了 那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要根据它纵向这样去便利 是不是 然后就是这样从左往右纵向的这样去便利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 乍看之下好像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之前的这个bfs的方法来做了 然后呢 我们发现现在如果要用这个bfs的方法来做的话 我们在便利每一行的时候 就必须要知道说 哎 当前这个节点它到底是在哪一个column 这哪一个纵列上面的 所以呢 我们就会想到说 哎 可不可以去多加一个variable去记录它这个column的情况 就是把每一个node它在第几列上 然后做一个标记 那么如果说我需要加一个column的variable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就是我的column应该怎么算 是是从零开始还是怎么样去去算它到底有多少列呢 因为我一开始是不知道这颗二叉数到底有多少列 比如说它这个第一个例子里面它讲说 它有四列对不对 一二 九 三 二十 七 这四列 那么像这个例子呢 就有五列了 对不对 那就是它这边的情况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例子呢也是五列 所以就每一颗二叉数 它其实这个列数的情况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二叉数怎么去标记它的这个列数呢 其实有一个蛮cheeky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把root标记为零 然后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左边的怎么办 右边的又怎么办 就是你以root为出发点 然后你再往用这个dfs的方法 就是先把每一个数把它的这个column都给标记上 然后怎么标记呢 root是零对吧 那如果向左走 他就把这个column减1 也就是它的这个-1 90在-1的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 我发现这个20就是在1的这个column上 这样子一次类推 然后越往左边 然后数变得越小 越往右边数变得越大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node的column的这个参数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好 那么一旦用这个深度优先搜索 记录下了每个数的column之后呢 我们再去按照这个bfinetree的这个level order traversal 顺序用这个bfs的方法来把每一行都做一个便利 然后顺便呢 就是把相应的这个node所在的相应的column的地方添加上那个node的value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了一个vertical order traversal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首先是bfs 然后再用bfs 好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一边来用这个代码具体实现一下吧 那么这边呢 在主函数里面 我们肯定是要首先构造一个返回的结果 也就是我喜欢把它叫做result list of list 好 然后呢 还是会有一个corner case 那如果说它这个本身的root就是node的话 我就直接return result就可以了 之后呢 我就需要去把它做一个dfs 就是我刚刚这边讲到的第一步 对吧 那做dfs的时候 我不知道 暂时不知道它这个里面的参数会是什么 我们先去把dfs的部分去写一下 其实这边呢 我dfs做的时候 只是要标记它的每个节点的column的数字 所以呢 我就不需要返回任何东西 好 当然这个dfs地规的这个定义 我还是有这个root在 另外其实就是它的column 我叫它index好 好 也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位置 就是复数也好 正数也好 或者是root的0也好 那么它这个d规的出口 还是什么 就是root node的情况下 我就返回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不是需要去更新它最左边的这个index 或者最左边这一列和最右边的这一列嘛 那我其实就需要这个min和max两个参数 但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how function里面用到这两个参数呢 其实在这个主函数里面我们也还会用到 因为会涉及到就是关于这个 min和value的问题嘛 就是关于列的问题 所以呢 那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把它先触实化一下 嗯 两个都是0 好的 之后呢 我们有了出口 就去更新它的min和value 那min呢 就是当前的min和index 我比较小 然后做一个更新 然后max的话呢 就是比哪个比较大 之后呢 比完了之后呢 我再去看它的左边和右边 那左边呢就是index-1了 对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如果30 0的话 9就是-1 20就是1 所以右边的就是加1 加1 加1这样子 对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how function写完了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在这个主函数里面做一些认真的工作了 首先把它这个参数填进去 是root和起始的index-0 之后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先把这个list-of-list里面的这个list-of-integer去把它做一个初始化 因为注意它是一个欠套的关系 然后它里面的每一个list-of-list我们都需要去new一遍 所以我这边写一个for循环 然后i是等于什么 i注意这边不是等于0 是它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从最小的index到最大的index就是最左边的一列到最右边的一列我都需要去把它初始化 好 我这边注释一下 初始化最左边的 color和一直到最右的一列 好这样子就比较清楚了 然后呢我们去做一个add的工作 注意这边有一些 这边有一些就是它的这个函数的方法 因为它是list 所以是用一个add的方法 然后之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这个binary tree level of traversal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一个queue去存它的那个当前的结果吧 所以我这边还是需要一个queue去存这个tree node 叫它queue好了 然后link list 然后呢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个queue做什么去存它的这个index 这个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需要一个queue就是跟这个level的travelsal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每次便利一行的时候 所以我把当前的需要加进去queue的这些node都加进去 那另外呢我就是在与此同时呢我需要去更新一下当前的这个index的queue 也就是我当前这个index就是最左边那一列和最右边那一列的情况 我需要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做while的时候做一个更新 那我先把这个写在那边 然后一会儿再往下面写在这就可以慢慢体会到它的用处了 然后呢还是一样的把这root先把它pull进去 然后index这个时候呢 注意这个index.offer这个地方我应该pull一个什么东西进去 我这边先不填 然后我们去做的就是非常套入的这个bfs的这么一个well循环 如果它不是空的话 然后我们就还是把当前这个current node取出来 怎么取就是把它从这个queue里面pull出来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index这个里面pull出来的东西 注意这边包括27行 包括27行然后包括29行还有33行 其实都是一个针对这个题目 Vertical所以所要追加的一些我们需要follow up的东西 所以呢你就照着这个bfs的方法 然后追加一个东西就为它就可以了 之后呢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当前已经把这个pull出来了之后 我要把它加到这个result里面去 按照column把node加到result里面 所以我现在要做先找到它对应的这个index 也就是对应的column 也就是告诉你 我现在要把它加到第几个list里面去 第一个第二个还是第三个还是怎么样 好 然后呢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加进去了之后 我再把这个相对应的这个value加进去 好 这样子呢就把当前这个node这个pull出来node处理好了 然后呢我再去处理左边和右边 那如果说当然我们还是要一样的判断一下它如果左边不等于空的话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进去offer一下 同样呢不要忘了把index这边也offer一下 但是注意左边是-1好吧 这样就完成左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右边 右边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直接把这个粘过来 改一下如果右边不是的话 直接把右边放进去 然后加1这样子 最后呢我们就需要去返回一个result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填 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应该觉得它是多少 因为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地方root它应该是在index里面 应该pull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零 我们先试一下是不是零好不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后面的comment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后面的comment 然后发现这边有个round-time error 是在这一行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indexoutofbunders 然后我们这里这个idx index这个数值出了问题 那么其实呢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说我们这个地方传了 offer了一个0到这个index的这个q里面去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传一个什么进去呢 因为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一开始初始化这个min和max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dfs里面已经把这个min和max最后算出来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它最后要放进去的这个result 这个arraylist里面呢 这个list的index肯定是从0开始的 它是没有负数存在的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就是这个root它左边的这一部分 就是这边的9 它必须是也能放到这个list里面去的 那怎么样能够实现就是左边复数的这部分都能放进去呢 我首先这个我放进去的这个index 我就应该是至少是在这个能够涵盖就是从root到最左边这一列的这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呢也就是这个min这个数值的一个绝对值 也就是这边的这个min的相反数 这样子呢就能保证说我这个root最左边 root左侧的这一块我们统计为负数的这一块 index这一块column呢 它也能够被放到这个arraylist里面去 并且是以正数的大于等于0的形式放进去的 这样子呢才能保证它没有这个indexoutofbunders这个问题 好我们再跑一下 好的那这样子呢就是一个非常safe choice 提加一下吧 好的这样子呢我们就跑过了这道题 我们发现说其实这道题蛮有意思的一个点呢 就是它用了这个bfs和dfs两种这个思路这么一个结合 关键就是去想怎么从我们已经做过的这个问题 然后转化到现在这个新的问题 怎么从这个level order转化到这个vertical order 这样子呢就转化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抓住哪一些点 那这边这个点呢我就是把它这个index作为一个和node的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去把它放进来了 当然这个地方用这个hashmap去做一一对应的这么一个操作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好那么这个地方还有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这个最初的这个这个 index的q 我已经应该放一个什么数值进去 我一开始放0对不对 就是可能大家很容易去想到说放个0因为root吧 root匹配的就是0嘛刚好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个min是一个复数 但是呢这个list它里面的这个index必须是非复数 那么就要求我们去做一个转化怎么样把这些复数都能够放到这个list里面去 那只要保证说这个root它左边的那些列都能够被放进去 也就是说root到最左边那一列的这个距离 也就是这个min的这个相反数 我们需要去保证它这个距离是存在在这个list里面的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做root的时候直接就把root 其实做在这个index为复命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这样子呢就保证它左边都是不会小于0的 好那这道题目呢我们也看到它是用了刚刚说用bfs dfs的方法去做 并且呢它用了一个hub function去专门处理这个dfs 也就是去处理一下它这个最小值和最大值最左边列和最右边列的这么一个关系 好那这道题目呢也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是以大家可以去练习的一道题目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把这道题讲到这边 然后希望这道题对大家有所收获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吧 那大家周末愉快晚安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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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